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254集 打开结界 萧懒月笑了笑 不打反问 你们来到人鱼部落的栖息地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前来人鱼部落主要是为了三件事 第一 弄清容血带之谜 第二 配置冰魂雪破的解药 第三 破除冬之封印 当然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想到这里 二人不由齐齐吃了一惊 四道目光紧紧地锁定了萧懒月 满是笑容的脸 你 又要问我是谁 抱歉 我不能说 萧懒月摇了摇头 毛子一如既往地成澈 明朗而真诚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 大哥让我来到洛英岛等的那个人 就是姐姐 楚寒正本能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 那么 你等我的目的 难道就是为了帮我拿到胡玉珠 萧懒月微笑 这个只是顺便 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冬之封印 这四个字一出口 楚寒正更加毫无怀疑 看来萧懒月是真的知道他所有的事情 而不是故弄玄虚 但这少年究竟是谁 又来自何方 他既然如此神通广大 如果是凤族的朋友 凤族自然如虎天意 但反之 哼 虽然知道你是有非敌 但是这种感觉 真的不怎么样 楚寒正突然苦笑了一声 就好像你层层包裹 穿着十层八层衣服 而我在你面前 却是赤裸裸一丝不挂 姐姐不用这样 我保证终有一日 你会知道我所有的一切的 萧懒月依然微笑着 而现在 你只要知道 我室友非敌就够了 楚寒正点头 好吧 那你痛快点说 那个所谓意外的更大的惊喜 与东支封印有什么关系 萧懒月眨眨眼 含笑说道 关系就是 通过这个考验 就表示你们已经打开了 封印东支封印的结界 绕口令啊 楚寒正挠头 东支封印 还需要封印 是的 萧懒月点头 当初六合巫师 为了彻底封印凤族的力量 不但设置了六合封印 而且为了防止凤族王族后裔 将封印解除 他们还用结界 将封印彻底封住 如果找不到结界 自然打不开 东支封印 自然也就无法解除了 该死的乌马帝国 你们还真是生怕凤族死不绝啊 楚寒正暗中冷笑 其余封印也是如此吗 嗯 萧懒月又点了点头 不过每处封印不同 结界的打开方式也不同 不能互相参照 楚寒正了然地点头 蓝叶云已经开口 既然结界已经打开 为什么我们还是看不到东支封印 萧懒月闻言 抬起头看了看天色 宁王莫急 时辰还未到 封印自然不会显现 只要时辰到了 你们就会看到 不过你们应该还记得 在死亡深渊中 即将昏迷过去之时 看到了什么吗 经他一提醒 两人都是目光一闪 跟着骤然想起了 那团爆裂开来的金色光芒 不由琪琪开口 难道 萧懒月含笑点头 没错 那就表示 因为你们通过了考验 所以镇压东支封印的结界 已经被打开 楚寒正皱了皱眉 但我还是不明白 死亡深渊是死的 他如何知道 我们通过了考验 还是说 那结界完全掌握在你的手里 你想让他什么时候打开 他就什么时候打开 当然不是了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萧懒月连连摇手 这么说吧 其实我只知道 打开结界的法子 但究竟能不能打开 完全掌握在你们的手里 而且决定结界 是否能打开的关键 就在于 我给你们的那个考验 看你们是否会为了 对方牺牲一切 如果你们抱定了 这样的决心 那么当你们的一滴血 融合在一起 结界就会打开 反之 如果你们一心 只为了自己 而置对方于不顾 那么就算你们身体里的血 全部融合在一起 也休想打开结界 二人这才了然 原来 那融合在一起的血 还起着如此 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为了强迫楚寒征放手 蓝叶云不得不用光刃 划伤了他的手背 而为了不放手 楚寒征因为不断地用力 导致指甲 陷入蓝叶云的手心 才让两人的血 有了融合在一起的机会 眨了眨眼 楚寒征突然问道 但是 如果当时我们虽然都不会放弃对方 却没有机会让我们的血融合在一起呢 毕竟 我的指甲刺伤云只是巧合 而云也未必会用那样的方式逼我放手啊 万一错过了 那我们岂不是白受了那些罪吗 萧兰云忍不住笑了起来 姐姐 你还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呢 别忘了 还有我啊 既然你们通过了考验 我想让你们的血融合在一起 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不过既然你们自己就可以做到 我当然也就不必再伸手了 也是 楚寒征不由挠了挠头 很有几分不好意思 啊 对了 当时我们明明已经打算返回 你却故意把我们推进了死亡深渊 是怕我们错过打开结界的机会吧 萧兰云忍不住叹了口气 嗯 当然是啊 本来我都已经准备好一切 你们也马上就要跳入死亡深渊了 却突然决定放弃 真是令我哭笑不得 不过听到了你们的命语传音 我也知道你们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这才帮了你们一把 干脆把你们推了下去 当然你们放心 我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就算你们通不过考验 我也完全可以保你们性命无忧 楚寒征点头 这一点我信 不过 若是那样的话 我们不但得不到狐狱珠 更加不可能有破除东支封印的机会了吧 萧兰月万分认真地点头 嗯 那是一定的 而且 不只是这一次没有机会 以后你们就算累死 也永远别想达到这两个目的 其他的封印 当然就更加免谈 事已至此 总算解开了不少谜团 不过沉吟片刻 楚寒征依然满脸疑惑不解 那么 你可以不告诉我们你是谁 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因为这是我的使命 萧兰月这一次回答得倒是很痛快 我不是说了吗 我来到洛英岛之后才知道 大哥要我等的人就是你 而他要我做的事情 就是帮你们找到东支封印 不过我的任务至此 也算是基本完成了 接下来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楚寒征慢慢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 其实还真多亏了你啊 否则 方才在死亡深渊 我们若是放弃的话 岂不是永远也别想找到 东支封印吗 所以 我所起的作用 也只在这里罢了 萧兰月笑了笑 倒是没有半点鞠躬自傲的意思 好了 时辰也差不多了 姐姐 你注意看着那边的天空 等时辰一到 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文字 那些文字 只有你能解读 所以你必须用心记住 万万不可出任何差错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那边暂时没有任何异常 依然是朗朗的青天白日 不过 看到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凝重 楚寒征居然本能地 有些紧张起来 文字多不多 为什么只有我能解读 是上古文字吗 还是 哎哟 姐姐 你要掐死我了 萧兰月突然呲牙咧嘴地叫了起来 你放心吧 那些文字虽然不少 但是宁王一向是个过目不忘的 他只需要看一眼 就能全部记下来 到时候 再由你来解读不就好了 楚寒正漏了一下 这才发现 因为太过紧张 居然紧紧抓住了萧兰月的手 赶紧不好意思地放开 他满怀希望地看向了蓝叶云 云 那就拜托你了 蓝叶云点了点头 跟着叹了口气 放心吧 从头到尾 我也就有这点用处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萧兰月嘻嘻一笑 接着站了起来 那我先走了 祝两位好运 什么 你要走 楚寒正顿时急了 闲些又一把抓住他 封印还没有显现 你不能走啊 万一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我怎么知道去哪里找你 萧兰月摇了摇头 笑得意味深长 我已经说过 我的任务完成了 接下来只能靠你们自己 何况那封印 是为你们这两位 凤王和皇后的后裔 量身定做的 只能够由你们自己去解开 我就算留下来 也没有任何用处 楚寒正无奈 只得点了点头 那好吧 可是 东支封印 是我们在你的指点下 才找到的 其他封印呢 你还会来指点我们吗 萧兰月又笑了笑 回答得模棱两可 有缘自会再相见 若是无缘 也强求不来 姐姐 宁王 再见 说完 他挥了挥手 很快转身而去 不多时 便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楚寒正挠了挠头 叹口气说道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缘自会相见 是不是 如果我们在破除 其他封印的过程中 遇到困难 他就会现身帮忙 那谁知道 或许吧 蓝叶云点了点头 不过至少在他的帮助下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 东支封印 无论如何 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头 楚寒正点头 突然笑了起来 要照这么说 找到东支封印 和寻找胡玉珠 岂不就相当于一回事了吗 可以说是一成皆成 一败皆败 蓝叶云笑笑 所以说万事万物 一饮一桌 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 楚寒正刚想说话 却突然脸色一变 云 快看 时辰好像到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